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第十章 第十章大概要跟各位介绍两个部分 一个是德川时代的学问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一般的官方是怎么样一个政策 老百姓是怎么样一个学习的情形 大概在这一章里面会跟各位做介绍 那么学问我想每一个时代它都有不同的一个发展 像这个我们之前提到这个中式文学里面 如果跟中国有关的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残血 那这个残血后来也影响到日本的武山文学的发展 之前我们也讲过 当然这个残血到了德川并不是说就不见了 可是德川它的和平的一个制式长达260几年 所以这个260几年除了1853、1854的佩里的舰队去扣关日本 开始有外来势力之外 其实日本德川的社会可以说是怎么讲 是一个很稳固的没有外来侵略的一个社会 也是一个被学术研究上面称为锁国时代的一个社会 当然这个锁国是分了四五道的程序才去把它完全的封闭起来 那严格讲起来也并没有完全封闭 比如说从北海道来讲 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势力会下到北海道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到九州的北部 现在我们讲福岗 也就是长期在上去的那个福岗 那中世纪就称为这个柏多 柏多跟朝鲜半岛是相对的 中间只有隔了一个所谓的子西马海峡 对马海峡 这个对马海峡其实不是很宽 不是很长 从古代以来就一直跟日本之间有很多交流 当然也有很多争端 可是它毕竟是一条海峡 所以还好隔住了 可是进出便不可能锁住 那从柏多到朝鲜半岛最南的那个城市 叫做釜山港 柏多到釜山之间 各位可以看到还有两个小岛 有两个小岛 就是 比如说这个是九州 那 这个是朝鲜 这里还有 两个小岛 当然这一条线 我们说它是 子西马 子西马海峡 好 那么 这边有一个岛 就叫做子西马 这边有一个岛 叫 一基 这里 那这里是釜山 所以呢 你看 这个韩国 从这边下来 藏藏过来 相对的 日本也是一样 他们要向封城秀吉 去打朝鲜的时候 大概也是这个路径 九州这附近 这里 有一个据点 各位可能不太清楚 叫做 卡拉子 卡拉子 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封城秀吉 在攻打朝鲜的一个据点 好 这里有一个 Nagoya Nago 不是 我们现在讲明古屋 那个Nago 是叫明湖城 从这边过去 所以自古以来 你说鎖国 其实也没有鎖死 这个地方 常常会有所谓的外国的势力进来 另外我们再看 长崎这个地方 也是有很多漂流的船只进来 一样的 一样的 再看 南部这个地方 我再画往下画的画 下面就是琉球 各位知道 这里是 早期德川的时候叫 欧斯米汉土 就是沙津马汉 现在的路尔岛 Kagoshima 这个地方也是 常常有外国的船只进来 琉球这边也进来 这边也进来 比如说古代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地方 我把它拉过来好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某之子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讲到古代的时候 中国有位杭州的和尚 叫做杭州建征和尚 东征纪各位都听过 他是中国律中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高僧 律 律令制度的那个律 治理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典的那个东西 他大概六次左右吧 从杭州受到邀请 一直要去日本都去不成 每一次去 去到港口就被抓回去 去到港口就抓回去 最后成功了 上路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地方 某之子这个地方 从这里 然后他才到奈良 最后才建了一个所谓的唐昭提示 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从中日文化交流的人物交流来讲 路径是这个样子 我讲了那么多 我们回归到锁国 这两个字来 大部分是锁 可是其实没有锁时 从北边的北海道 我刚刚讲过 一直到九州的这个北部 长崎还有这个陆尔岛 琉球 他没有办法锁住的 那也好 其实幕府有时候也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就是只要管理政策不松动 偶尔让国外的情报消息 就资讯进来 也无妨 慢慢让他进来 但是大原则他也是锁住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谈到锁国近世的一个学问 到底是什么 我大概分几个部分跟各位介绍 一个是儒学这个东西 那第二个是国学 所谓的国学就是日本学 各位现在日文系都知道 国語是什么 日本語 国文是什么 日本文学 国史是什么 日本語 如果它是日文的话 大概就这样去解读 不会有错 那这个国学就是日本的学问 日本的学问 这又是一只 好 差不多中期以后 如果我们知道长崎这个地方 准许中国跟荷兰的船只进来 因此中国跟荷兰的资讯就不断地进来 可是各位不要忘记 中国的船只也好 特别是荷兰的船只也好 它带进来的资讯 绝对不是只有荷兰 也绝对不是只有中国 因为这些船到处跑 然后荷兰也有很多欧洲的资讯 就是会经过这个贸易船进到日本 第一点就是长崎 因此有很多包括医学的东西 天文的东西 这个树里的东西 自然的东西 就跑进来了 跑进来以后对近视的中期以后的日本 这个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日本称为南学 好 一直到1853 1854 等于是近代的开始了 虽然还没有明智微信 羊血这个东西 那讲明智微信一定会讲到羊血 那比如说我这次有特别拜托三谷教授说 你可不可以就明智微信 对于东亚各国的近代化所产生的影响 给我们做介绍 他说他最近刚好写了一本essay 就这个essay来发挥这样子 我说非常的好 非常感谢 那么他主要是讲明智微信 从日本国内的角度怎么去看 然后延伸出来应该会涉及到的是 其实最近日本跟韓国的关系非常的糟糕 有历史的问题 教科师的问题 还有领土向主导的问题 这是东亚现在不和平里面的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 另外日本跟中国关系也越来越恶化 各位知道也是战争的问题 历史的问题 加上钓鱼台现在的问题 还有所谓军国主义 靖国神社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这个跟明智微信之间的演变到底有什么关联 我希望这个山谷先生也涉猎一点他的看法 所以应该精彩可惜 后面染血之后在近代以后就有洋血出现 这里的洋血就是指欧美 那这个染血大中是指欧洲 是指欧洲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爐血 爐血这个东西 那我们看教材122页 爐血传到日本其实五世纪的时候就传到日本了 甚至于比佛教更早传到日本去 所以当然是透过朝鲜半岛了 所以这个汉字文化可以说是由中国透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去 那之后 经过差不多一百多年 两百年的时间 日本对于所谓历令的这个制度 历令这个制度呢 他们学了很多把它套用在政治以及中央集权国家的成立的那个路径上面去 这个是一个 所以其实学制来讲当时就所谓的大学寮 这个大学寮其实以我们现代的语惠来讲就是高级文官的养成的一个机构 大学寮 各位知道日本的文官体制是非常非常的健全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的内队经常在改选 大臣经常换来换去 可是他们的体制呢 并不会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变动 我记得本校土木系的李洪源教授 刚刚卸任内政部长回到台大第一堂课 因为有记者去采访爆满一百多人 他上他的专业的课 我看到了 我是从电视上看到的 这个气候变迁环境水利是他的专场 讲到最后他还是讲了一句话 他说中华民国政府的政策只有四年 因为每四年就要改选了 每一改选人为的问题就跑出来 那个制度很可能就变了 因此我们在各个部份文官体制上的一个延续性 永续经营恐怕是不好的 那日本相对于台湾的这种情形比较少一点 因为你部长怎么换 都不可能去左右到每一个部会的这个发展的大方向 我想这个是台日之间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经常也是呼吁 我说我们所有的政治人物一定要牺牲小我 不要只有为了选举 每一个政策应该看远一点 不可能四年会有成果 可是我们这个选举的制度非常有问题 他就是四年要选一次 所以他所要提出来的政见、白皮书 绝对是四年要立竿见影 否则怎么样 我没有办法连任 否则怎么样 我没有办法算到我的攻击来 这是很糟糕的 因为其实政治人物只看到小我的部分 可是我们整体的大我的永续经营的发展 就被这样子的玄机体制给糟蹋、给牺牲掉了 我想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各位知道这个儒学这个部分 其实是从禅生的那个部分慢慢转型到 他的身份不一定是禅生或者是和尚 而是一般想要做学问的 我们套用现在的话来讲叫知识人 可不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可以 比如说所谓晋诗如雪的开山的始祖 叫做藤原心窝 叫做藤原心窝 这个藤原心窝 这个藤原心窝其实原来他也是和尚 那他有这个 德川家康得了政权以后 他希望去援览一些人才来对于未来 德川政权普及学问这个部分有所帮助 所以他找了这个藤原心窝 但是藤原心窝的时候 我没有那个意愿 我没有那个意愿 但是我介绍我一个徒弟 这个徒弟叫林罗山 海亚西拉兰 海亚西拉兰 他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 他接了这个近视德川 所谓日本学问 尤其是把朱子雪列为官雪之后的一个主导人物 他前前后后担任了四代将军的一个 算是老师 顾问 非常重要的職務 也因此 他是具足轻重的一位人物 如雪也是这样子 被他落实在德川的社会里面 这当中还有很多历史书的编撰 还有有关于学问的一些制度的建立 公文书的起草等等 朱子雪如何去启蒙 汉籍必须透过训练来做一个普及的工作 否则一般的日本人 他是很难读得懂的 所以这些努力呢 林罗山乃至于林家好几世代 对于德川的学问普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特别我要介绍122月最后那个地方 最后两行 有没有 他说林罗山为了培育门人 在私底开了一个私塾 这个私塾后来成为幕府的一个学问所 这个学问所的名字叫做苍平板学问所 那苍平板学问所各位可能不知道 他后面改了应该至少有五次以上的名称 那我要跟各位讲 其实今天的东京大学的母胎就是苍平板学问所 如果从东京大学今天的历史一直往前追上去的时候 他的母胎就是苍平板学问所 你就可以知道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学问发展的机构 它是有历史传承 而且是影响日本的整个学术的发展 非常深远的一个地方 当然我也讲过就是说 朱子学一个学派独大以后会产生很多盲点 就是它是不是完全适合在德川社会的学问普及上面 有人开始质疑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 在123页里面我们有提到 对明代的柱树的一个书籍 就是希望能够对朱子学去多做一些理解 所以当然有很多训典的这个东西出现 也产生了很多思想上的一个影响 但是有人不同意 我们再看中间那个中江藤树 他是谁 他是谁 他其实就是觉得 朱子学应该可以再以更开放的一个胸襟 让其他不同的视野不同的声音 一起去探讨不同的一个学问主张 所以这个他往杨弥雪的这个部分去发展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这个杨弥雪有一派以中江藤树 还有各位翻过来 其实还有很多他的土地像熊者翻山等等的人 那么这是第二 第三我们看到124页有一个叫三奇暗哉 这是代表朱子学的一个学者 但是他提倡了一个叫随家信道 随家神道 就是说暗哉 他是认为中世纪以来各种神道的学说是有他的极大成 但是呢 朱子学 他虽然是一个外来的学问 可是朱子学呢 可以跟我们日本人的神道来做一个结合 所以他提出说朱子学跟神道是一致的 这样的一个主张叫做随家神道 那么这个是他自己独创的一个随家神道的一个学派 又是一支出来的 我们再看125 山路塑形 这其实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 我有讲过他跟德川光果的东西 我最近在写德川光果的这个事情 昨天我又一个发现 我不知道德川光果在东京江湖的时候 有见到隐缘离世 我不知道 那么我前几天在读一个文库本的时候 忽然发现 其实水户房门德川光果 他曾经在隐缘到东京来的时候 去见过他 也派人去跟他接触过 为什么 因为当时光果的太太 生了很严重的病 身体不好 他希望去问这个隐缘大师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救他的太太 曾经有这么一个描述 在东京的一个祥林院这个地方 那个寺庙 那隐缘回答他 他说 以你身为 护将军的一个 这么高位 我是一个一届残生 没有资格 来回答 你这个问题 这是隐缘对他的回答 那你如果要我 说的话 我就送你一句话 这个真的是有点像林济禅的 这个公案问答的 这样子的一个打法 他说 一切是空 这样子 就回答了光果 那我想 我不知道光果能不能意会过来 什么是一切是空 这样子 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说 我开了一个处方签 你去拿个药 然后熬一熬给你太太喝下去 它就会好了 或者是你去找哪一个名医去医治 就会好了 不讲这个 回答他一句话 一切是空 那这是一个题外话 但是我之前也讲过 我之前也讲过 德川光果其实跟山路肆行 算是清美足美的好朋友 山路肆行在还没有成名之前 它其实是一位浪士 慧金凡的一个浪士 但他写了一个圣教要路 各位知道 这圣教要路 它是批评朱子学 朱子学是一个学派独大 是一个官学 是一个国家的学问 你要去批评它 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困扰 所以山路肆行 他真的是批评了 也真的带来很大的困扰 他在1666年出版圣教要路的时候 幕府觉得你这个东西 冲着我来太明显了 就是批评我 所以不准你做这个事情 就把它流配到一个叫阿口的地方去 赤慧 这个地方是现在的神户 神户附近的地方 这又是另外一个 跟朱子学不同理念的一个学派 再看伊藤人哉 下面有一个伊藤人哉 这个伊藤人哉 他也是批判朱子学 他把论语的一个经书 像四书 四书之类的内涵 他说 我们要重回去好好的读 类似论语的内容 一字一句的解读 你好好地解读他以后 你会发现 他原来的意思 跟现代很多日本人 政治人物或者是学者 解读的 是不一样的 那论语也很可能 会有人去解读说 他要的那个方向 而不是原意 我把时代跳到近代 举一个例子 这个人物叫福泽玉吉 大家就很清楚 福泽玉吉就是那个一万元日币的 人头像那一位人物 福泽玉吉大家都说他批评辱教 很多人写了 我有怀疑我也关心这个议题 我最后呢 自己也为了这件事情 去厘清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福泽玉吉如何批评辱教 我写了一篇论文 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那我要下手去写这篇论文的时候 我当然就是要先把他的全集好好去读 他的全集数量太庞大了 我不可能全部读 但是我就把他曾经批评过儒教的学说 演讲稿 尽可能的pick up出来 好好去读 读了以后我再来判断说他如何批评儒教 那我就发现说 其实福泽玉吉他在批评儒教的 某一个方向是回到现在 德川早期的这个伊藤仁哉在批评诸子学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怎么说呢 我们先讲仁哉他的意思是说 论语 各位知道那是孔子的弟子 在孔子死后把他记录下来的一个经典 老公子讲过的话 如果你仔细的一字一句的去给他解读 读出来的意思 应该是很正确的只有一个意思 可是后世的人引了他的东西解出来的东西 很可能有两个有三个或是自己想要的答案 跑出来 已经扭曲了论语原来的文艺了 因此这会出问题 所以人哉的意思 所谓古译学的意思 就是我们回去把论语或者是孟子之类的 好好的重新解读 然后把原意很正确的弄清楚 这才是追求这个传统学问的核心的价值所在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我讲福泽玉吉 我最后查到了结果 福泽玉吉说我批判儒教我承认 完全承认我没有否认我批判儒教 但是我批判儒教是什么东西 是封建的 对社会没有实质上的贡献的 一些虚理一些怎么讲虚乎缥缈的理论性的东西 对社会其实对老百姓也是一样 很难有这个解读 可以活活地应用的这个东西 我批评这个东西 但是我没有批评孔老夫子 请各位不要误畏 第二个我批评什么 将孔老夫子的原意 做自己想要的解读 而延伸出去一些歪理 一些不正确的只是拿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言论来背书 事实上里面是有问题的 这一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所谓的 indedit 知识分子我批评 大致上福泽玉吉所讲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才说他跟伊藤人灾 他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个就回到所思去解释古裔 那么古裔堂其实是在京都 古裔堂最后人灾走了以后 他留下庞大的一个资料 非常珍贵的资料 这些资料就留在 现在的天理大学图书馆 叫做成立的一个文库 叫古裔堂文库 古裔堂文库 那么这个东西现在等于是趋近于是 是国宝级的东西 他是无价之宝 你如果说你要算他多少钱 那真的没有人敢讲说那个是多少钱 是无价 这是另外一个 再看后面还有一个 狄森除来 那狄森除来呢 那狄森除来呢 他不但批评诸子学 他也批评人灾学 而是他说他所依赖的是六经 他所宣誓的 主张的是先王之道 他说我要提倡一个新的古学 那么我想这又是另外一个学派 那伊藤仁齋呢 有一个理想是很好 可是有一个现实面 我个人认为很难做到 这个现实面就是说 回去念古典的传统的这个学问 伊藤仁齋你可以念 你的徒子徒孙也许可以念 因为那是汉籍很难的 可是你要普及到整个德川社会 谈何容易 对不对 不是那么容易吧 因为语言它本来就是一种隔耳 所以理想是理想 可是在这个现实面 在推动上事上是有他自爱难行的一部分 当然在思想上他跟诸子学的一些理论 是背道而耻的 所以他批评诸子学 那欧修所来不满诸子学 从头到尾应该可以说 彻彻底底地批判了诸子学 可是他另外有一道学说 他同时在某些思想的主张上面 也批评了人哉 那这里 后面还有很多折中学派等等的 就是说其实不要分你我 也不要说你的学问就最好 别人的都不好 是不是把各家学说好的部分都集合起来 我都承认 这样的一个折中学派当然也有 还有一些小派我就不讲了 这里面还是讲一个故事 一等人哉他的老师应该是松永慈悟 是京都派的一个诸子学大家 那这个人他对于诗啊 做诗特别是擅长 那他有徒弟他的徒弟有很多 那这里面有两位徒弟 是我现在要讲的 一个是安东省安 一个是伊藤仁哉 他们算是师兄弟 但他们的老师呢 都是松永 那安东省安还有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是后来才跑出来的 叫租顺水 叫租顺水 安东省安在哪里 安东省安其实他是在湖港 在湖港 再下去有一个地方叫柳川的地方 亚那高娃 他是这里的繁祖 就是掌学问里面的繁祖 他知道租顺水 这一号人物是别人辗转介绍的 听说租顺水是中国来的一个 学问的大家 他就跑到长崎去 见租顺水 但事实上背后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安东省安的妹妹 得了疾病很难医 在那个时代其实有很多 以现在来讲吃个药看个医生就好了 可是在那个时候可能是绝症 所以他去到长崎主要是找民医 因为长崎有很多中国来的民医 这个汉医 所以去到长崎以后就结识了朱顺水 当时的朱顺水并不是说就住在那个地方 而是还在漂泊不定的时候 来了一下又跑到越南 来了一下回去舟山群岛 来了一下又去哪里这样子 但是在长崎他就见过面 见完面以后呢 他发现朱顺水真的是 这个是很有学问 几次的谈话以后 他就决定要拜朱顺水为师这样子 那当时朱顺水其实是锁国 各位知道要拘留日本是很困难的 外国人是不能留下来的 他在长崎五年左右的时间 生活应该是困苦潦倒 但是又不想回去 因为民清战乱 其实朱顺水后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到日本来是要求起师 就是什么求救兵买武器 其实他的政治思想非常清楚 就是反清复明的 但是没有办法以后才定居在日本 那定居的过程里面 这个安东省安出了很多力量 包括他没有钱生活 安东省安每个月有薪水 现在隐为佳化的就是说安东每一个月把自己的半奉 薪水的一半 承给他的老师 让他度过难关 有这样的徒弟 薪水每个月一半给老师来生活 所以因此他们之间是师徒没有错 可是感情应该是跟父子一样的 很深的 那安东跟他又是师兄弟 应该是安东跟伊藤仁哉讲的 当时的伊藤仁哉还没有成名 可是一听了以后 伊藤仁哉就说我呢 要跟你一样来拜朱顺水为师 好不好 请你转告 他没有直接写信给朱顺水 但是是透过安东省安写了两封信 这两封信是录在朱顺水的全集里面 我仔细的给他解读了好几次 为什么朱顺水拒绝了 朱顺水是拒绝 拒绝了他的请求说你要当 就是不收他为徒弟 不收伊藤仁哉为徒弟 基本上他说伊藤仁哉在做学问 是画动凋良 润是非常的优美的 可是内容一看对一般老百姓 没有食指上的帮助 那這樣的話與我在做的學問 所謂的是道不同 不相為猛 所以我沒有辦法接受 拒絕了它 我覺得很可惜的 事實上一等人哉 並不是朱順水所想的這樣子的一個 虛無飄渺的 學問主張的人 他其實是很實在的 像古藝寫的東西 但後來他已經大放光彩了 這是在後面 我想他大放光彩的事情 朱順水可能也看不到 也不知道 只是我要講說 當時如果朱順水把伊藤仁齋收起來當徒弟 那後面的整個朱順水跟日本的學問的發展 可能又有另外一番的這個影響力 當然最後他跑到水戶德川去 當然影響更深沒有錯 可是這裡有一點可惜 大概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要跟各位介紹 就是這麼多不同的所謂儒教的學說裡面 我們有一些人物 有一些作品 有一些內涵跟影響 從第七世紀一直到十二世紀以後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 日本有一個完整的學校的系統 比如說在中央有所謂的大學寮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就是文官體制的一個 培養的一個機構 那在地方 他本來的學問就叫做國學 也就是日本的學問 叫做日本學這個東西 可是大家也不要忘記 其實從五世紀以後 有不斷的有所謂的外來的學問 一直進到日本來 那麼這個外來的學問進到日本以後呢 當然就像宗教這一塊也是一樣 一直有神道這個東西存在 可是也有佛教進來 所以就有所謂的在來跟外來的學問上的 宗教上的 到底是衝擊還是融合 有一個磨合的時期 那整體來講 日本這個民主是 可以接納外來文化 可以融合外來文化的一個民主 基本上他的民主性不是一直都是排外 他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從我們現在講到近視以前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那講到近視的時候 我要講就是這一些書籍 還是一樣都透過這個長崎這個港口 這裡進來 因為船就從這裡進來 他們叫做 柏仔書 柏仔書 那麼這個很有名 有一位關西大學的教授 他有一部大著作 這個是日本人應該沒有人超越他的研究 叫做 他一部大著作 他一定有的 他在學習 他就沒有人超越的 我先學習 他就說 他就說 他一定是 他一定是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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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傳遲渡書 遲渡書的研究 他自己發明的一個日文 恐怕這個字典裡面找不到 就是佛載書的意思 所以近世的時候 其實這些儒者他們所要唸的漢籍經典 也是包括祝史學的這些東西 還是一樣 自古以來就有進來沒有錯 但是在近世的時候 大宗的這個進來的港口就是長旗 代表做世書大全 那當時進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一定有人去處理書 進來這個問題 比如說 法國文裡面寫一個叫 貝源逸宣 他是福岡出生的一個 對養生 對實學非常有 著墨的一位學者 非常有名 貝源逸宣 他活到85歲 他寫了很多養生 或是寫了一個訓物 很多很多 什麼訓什麼訓 訓物 這個東西 他曾經擔任佛載書的一個選書的工作 就是說 因為他比較內行 什麼書要挑起來 這個要呈給幕府 或者是對日本比較有幫助 他很知道 因為再來的書是千千萬種 這個什麼是好書 經過過濾 經過篩選 還有各位知道 還有一個禁書 我們之前提過禁書 對不對 那個像聖經 基督教的這個書 都不可以 要把它跳下來 這個其實都有人在做 那我們再看這個 中江藤樹 禁江聖人 臥米 臥米 臥米是現在 應該是 琵琶湖附近 的一個地方 那他一開始也是朱子學者 但後來他接觸到這個陽明學以後 他發現兩個之間的一個學問的主張 朱子學又禮貌 陽明學他比較喜歡 他慢慢就涉獵到陽明學 最後就開創了日本的陽明學 所以他有日本陽明學之主的一個稱呼 當然像翁文達是他的代表作 還有很多 他有那個徒弟 他的徒弟叫雄澤帆山 也是一位 這個 怎麼講 在陽明學上非常有名的 另外一個人物 他們講的是什麼 其實 陽明學主要有一個概念 可能可以降化等候 比較趨近於實學 也就是沒有那麼理論 他的學問的學說 這個大概可以套到當時代的社會 去做一個比較實用性的一種活用 大概是這樣 那各位知道 中國有一位李卓武 他其實是跟陽明學非常有關係 可是李卓武的思想 在中國大陸一開始是批判得很嚴重的 那最後可是他到朝鮮去 朝鮮人非常佩服他 然後後來這個學問又轉到日本去 日本人也發了一個 發明的這個陽明學 這個我記得之前 我有發給各位在書品上面 有沒有書品給各位 有吧 沒有嗎 我印象裡面有 有印象嗎 舉手 書品 我給各位的書品 有吧 我有發了 沒有的人就是 發了以後就丟的 根本沒有看 好 去看一看 好 那這是陽明學的部分 那剛剛提到 Fujihara Sega 他其實是 在京都 應該現在的同志社大學旁邊 有一個有一個寺廟 我現在記不起來 是那裡出來的一位僧人 那封審秀吉 德川家康 其實都問過他有關於這個學問的事情 後來我說 其實他沒有接受德川家康的邀請 去掌政 有關於德川政權未來學問的發展 可是他介紹了這位林洛山 又稱為道村 因為之前我有講到那個訓典有沒有 訓讀 也就是說日本人為什麼要去做訓讀的這個動作 如果沒有這樣做 他們沒有辦法像我們讀中文這樣 可以把意思非常完整的解讀出來 他們有他們自己一套的讀法 所以比如說有很多叫道村典 道村就指林洛山 然後跟道村跟那個訓讀有關 所以他也是從由佛轉道辱 由佛轉道辱這樣子一個身分 那輔佐家康之後的世代的這個將軍 他的住宿相當的多啦 那他的私屬變了 後來變成昌兵辦學問所 剛已經講過了 三級岸菜也是一樣 一開始諸子學的代表學者 但是他說要理解諸子學 一定要透過諸子學的住宿的這個書 去理解他的思想 其實諸子學的那個 學理很深奧 有一些是很玄的 像什麼心、信、理這種東西 不是那麼容易懂的 那所以要透過諸誓、諸解 把他的那個書再來加以 諸解以後去讀那個字 諸解會比較容易 那直接學習四書的極致 去了解諸子學的相法 這個是一個 另外他發明了一個垂家神道 也就是說 這個可以放在一起討論的啊 跟神道啊 這是他自己發明的 那三路塑醒 這是直接閱讀古代的 這個經術來做學位 一開始有跟伊藤仁齋相同的這個 傾向 那後來他就批判這個諸子學裡面 像這個信、理、學 他就覺得這個比較玄一點 這個我有聽沒有懂啊 然後我既然聽不懂 我相信很多人也聽不懂 你如何去普及他 但是你如果把這個定為一個 國家的一個學問以後 那老百姓何去何從等等 他就不同的學說 所以他認為現實事物就是理 也就是回到什麼東西 實學的這個道路來講 就是講得明明白白 像朱順水說 為什麼他一直強調說我是實學 朱順水你們 我一直提朱順水 你們可能還不知道 他的學問主張是什麼 你講到說他死掉以後 人死了以後在那個時代 其實到現在都一樣 要裝在棺材裡面是不是 朱順水說我教你們做棺材 這是很實用的 那你們日本人一定有固定的一個 做棺材的遊戲規則 那是你們日本 那我是明朝的人 他自認為他絕對不是清朝的 滿族 他是有大中國主義的 自我思想傾向很深的一位學者 所以他說 我教你們做棺材 比如說紀孔 紀氏孔子 那中國人他是本家 那德川光果水戶 要學怎麼樣紀氏孔子 要請教朱順水這個老師 因為他就講了一道 共物要怎麼擺 儀式要怎麼進行 衣服要怎麼穿 帽子怎麼戴鞋子怎麼穿 一個一個來 比如說當時他說這個是森衣 這個森衣他做法他是有一定的 就像那一天你們去看那個能的表演 他的那個服裝是有一定的 不能隨隨便便而來 所以這個森衣甚至於 光果都跟他講說 如果那個布料是需要你們中國才有的話 就透過那個中國的商船 從中國帶過來沒有關係 然後你再指導我們的人去做森衣 所以祭拜孔子的這個祭祀的典禮 他就是一套學問很深 但是他是很實用的 那比如說朱順水死掉以後 他就用他交給人家 交給那個日本人做的那個棺材 他自己就用了 然後呢 光果大概也解讀出來說 自己的老師在死後的時候 大概是希望是用儒葬的方式 沒有錯 就是如葬 他又是一個方法 那在講死血的話 比如說講到十一住行的吃的東西的時候 我先問一個問題 日本人什麼時候開始吃肉 誰告訴我 日本人什麼時候開始吃肉 日本人什麼時候開始吃肉 那個是島國 島國呢 海產是很豐盛的 貝類也是非常豐盛的 所以他們抓了很多魚 怎麼樣去把它保鮮 以前是沒有冰箱的 我到國中畢業 我家是沒有冰箱的 只有一個菜獨仔 所以你吃下來 剩菜剩飯會不會臭掉 會不會臭生 那你就要有用生活的智慧去處理它 不會臭生 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 我們就吃完以後就丟到冰箱 再拿出來加熱 都不會臭生 那是靠冰箱 以前沒有 以前的人沒有冰箱 東西照樣不會臭生 這是人類在飲食生活上的一個智慧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文獻 日本人問朱順水說 我們抓了很多備列 可是吃不完 可是撥一撥 那個肉一撥出來 一下就臭掉了 很可惜 請問老師 你有沒有什麼方法告訴我們 他說當然有啊 你去拿一個竹筒來 然後加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把那個肉怎麼弄的 其實是醃漬嘛 漬けるだけ 然後你要吃的時候再拿出來 保證可以 兩個月三個月都還可以吃 朱順水此類的東西 朱順水在教他們所謂的食用性的 那你說這個是很深的學問嗎 No 不是 就是一般的 是不是 講的就是異文化的理解 你日本人這樣做 我中國人你不知道我怎麼做 我告訴你 這不是現在講的異文化的理解嗎 我再講一個 也許你們不知道 但是你們一定吃過拉麵 沒有吃過拉麵的舉手 好 那你們都吃過日本的拉麵 請你們上Google的網站 日文的 就打拉麵兩個字 好不好 兩個字拉麵 後面再打三個字 朱順水 然後你看跑出來什麼東西 好 拉麵先點進去 然後打朱順水再點進去 你會看到 朱順水是日本拉麵的十足 哇 這很嚴重耶 十足耶 為了這個事情 很多學者問我 因為他們知道我在做朱順水研究 然後徐老師 你告訴我 為什麼拉麵跟朱順水有關 我偷想我不知道 我就開始去 抽絲博檢去找他的那個點擊 資料 拳擊 我翻遍了那個拳擊 其實我的拳擊已經破破爛爛 用了好幾套了 因為那個拳擊我已經用了三十年了 也沒有找到朱順水說 跟什麼拉麵十足有關係 可是我有推敲 因為這個問題經常有人問我 我必須要理出一個頭戲來回答人家 我就推敲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看到一個文獻就是 光果曾經煮類似日本的無洞 因為光果其實也是滿實學的人 然後對自己的老師 離鄉背井的 又到了水戶來 光果曾經煮過無洞給朱順水吃 那依照我的解讀 朱順水是一個很雞婆的人 而且很積極的人 他絕對不會說 不做以理回報的動作 也就是說既然諸侯、護將軍都煮了 他們傳統的日本的 你要撐麵也好 就是不動給我吃 那我改天我也來下廚 但是我煮的是中國式的麵的煮法 來回報給你吃 我想一定有 這資料有沒有留下來的問題 我猜一定有 但我找到一個名詞 這個名詞應該就是拉麵 但是他不叫拉麵 叫明麵 什麼叫明 就是明朝 明麵 換叫就是中國麵 朱順水 回以 離 煮了這個明麵 給光果吃 給他的學生煮 給他周遭的一些來做學問的品嘗 甚至於教他們怎麼做 大家都會做明麵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明麵在水戶那個地方就普其開來 然後最後變成拉麵 我不知道 你要說他是拉麵的始祖 我覺得有點扯 但你要說完全沒有關係 如果從這裡來看 又有這麼一個關係 如果從這個脈絡來看的話 也不可能 但我覺得總是有點扯 為什麼 因為現在呢 你只要到當地去水戶的地方 吃拉麵的時候 一定會跟朱順水灌在一起 因為朱順水灌那個地方是英雄啦 你這樣隨便街上一走的時候 你都可以看到 路旁就立了一個碑 那個碑上面就寫三個字 朱順水灌 你很難相信吧 比如說你到漁咬 中國漁咬去 漁咬是他出生的故鄉 那之後朱順水在日本做學問 非常的蓬勃發達以後 這事情到1911年 也就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後 清朝滅亡之後 中華民國成立了以後 大家才敢把朱順水的東西傳回國念旗 為什麼 因為他是反清的 只要清朝就沒有人敢去講這個事 朱順水回到清朝去 絕對被殺來 抓起來看透 這無庸置疑的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 漁咬後來也把自己家鄉出生的人 發揚光大 所以我去到漁咬看到什麼 順水河 我想之前一定不叫順水河 順水小學 有小學校 順水祠堂 順水什麼什麼全跑出來了 全跑出來了 那是之後啦 那其實漁咬這個地方 其實出了三大名家 一個最有名的那是王陽明 王陽明 我剛剛講陽明學 中國的本家 王陽明的故居 就是在浙江的漁咬 這樣寫吧 漁咬是一個縣 去年有一個颱風 其實有掃到台灣來 可是一下子就走了 聽說掃到漁咬去 漁咬我很多朋友 有一位書法家姓季 他是我們研究團隊的一個成員 我經常跟他聯絡 發現奇怪 最近一直都沒有回我消息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是那個颱風帶來雨水 整個漁咬幾乎泡在水裡面 他說他家淹水五米多高 五米多 五米多這個 早都淹掉了對不對 我們都還沒有到兩米 五米多高 然後困在樓上 然後等待救援 其實怎麼救呢 政府恐怕也都癱瘓掉了 所以就困在那裡沒吃 沒睡 當然不能洗啊這樣子 然後電腦全部都當掉壞掉了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去回我E-mail 很多很多問題 這次 柱順水的後醫又來了 有個朱毅成先生來找我 他又跟我說他的親戚 然後地下室有很多洋酒 大概是有錢人吧 專門擺洋酒的地方 全部都泡在水裡 倉庫裡面很多貨 全部都泡在水裡 就是說 可能是百年來的最大的一個天災 就是颱風 然後帶來的這個大水洪水 把這個漁咬給 這個做了一個很嚴重的侵害 這樣子 好 這個是題外話 就講到這個實學 好 那我們回到這個山路塑形 山路塑形其實 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就是冰學這個東西 冰呢 其實就是會想到武士 那武士就會想到道這個字 日本都有很多什麼什麼道 其實就是那一個領域的一個遊戲規則吧 我們稱為道 那武士就有武士的遊戲規則 所以他把自己的學問稱為聖學 聖學 那所以他的一個經典的代表作叫聖教要路 聖教要路 那這個聖教要路呢 它裡面就有批判到這個珠子學的東西 所以他才會被流放 另外一等人齋主要是提倡直接閱讀論語 等經書的內容 就是回歸到原點去很正確的解讀他的意思 那他把倫理稱為這世界上最極致的第一書 就是從伊藤仁哉的角度 論語是最最上的一個經典 所以他有一個書宰叫古藝堂 我記得我們小學的時候 有一個週記就是功課 禮拜六上課要到中午才結束 每個禮拜都有一天半的放假的時間 這是小朋友的最愛 到禮拜六可以放假 很高興 可是功課一堆很討厭 都要寫功課 數學 國文 什麼歷史 地理 這個還不打緊 一定有一個生活週記的一個本質 那生活週記在我們這個時代 一定要用毛筆字寫 如果現在你們跳腳 我們是不可以拿著隨便簽筆 或者是原子筆這樣 簽字筆就開始寫生活週記 NO 筆凱 要這個 學你的生活週記 那老師要批他 而且我們一定有書法課 也有助算課 然後書法 老師就是教你學書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很棒 還有一個叫做課程進了國中以後 這個現在可能也沒了 叫做中國文化基本教材 聽過的舉手 聽過的舉手 對 很少 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其實就是把論語的經典 Pick up 出來 讓我們去解讀 比如說 我現在唸出來你們會覺得說 徐老師你有個古板的現在跟我們講這些東西 身體法覆 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 笑之死也 開始的死 也就是我們這個身體怎麼來的 父母給我們的 你今天如果去親生 或者是對自己的身體不照顧 受傷了 生病了 出了什麼狀況 其實你最受傷的人是父母親 這個就是不孝 你知道嗎 尤其是白髮送黑髮 然後黑髮有人為了戀愛 有人為了什麼東西去自殺 然後讓爸爸媽媽哭得死去活來 這是什麼 不孝 等等 這些基本文化倫理 其實是我們現在社會最欠缺的 也是最陌世的 就自己好就好了 不管別人 所以這是古藝 那我們再看黎生徒萊 他受到那個明朝的古文運動的一個影響 就是說文必秦漢 師必勝塔 所以他對中國傳統的這種學問 是情有獨鍾的 他批評這個朱子學跟仁宰學 我就不講了 那他主要的著作有一個變道變民 都非常有名的 門人有一個叫太宰春臺 他也是金氏派的 那福布南國是詩文派的 這一位迪生徒萊 後來他是在幕府裡面 是舉足輕重的一個人物 也就是將軍在國政上 一碰到很難抉擇的事情 就會來請教他 等於是總統理的執政 或者是國策顧問 這樣的一個身分地位的一個知識分子 所以很受到尊重 他的學問的影響也非常的深遠 特別是他會被著墓成為一個 徹底反對朱子學的人物 我也覺得他滿有個性的 朱子學也沒有那麼差 也沒有說一五四處 可是他就是徹底反對 但是如果說在學術自由的角度來講 是非常不可 說出一道道理來就可以了 不是嗎 你不可以想不到人家怎麼樣 那這個是一些給各位看的一些照片 我剛剛提到的這個 Kaiwaraigen 這個人 胡剛活了很久 你看看他有一個養生訊 有沒有 養生訊 養生訊其實是告訴我們說 你要怎麼養生可以活得久一點 他自己本身活了很久 在17世紀初起的時候 他能活85歲 是不是很有養生的一個執行者 所以他很有說服力的 所以他還有同子訊 同子訊 就是對小孩子 這個算是訊話 就是說你們應該怎麼樣講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這個中文化基本教材 這樣子 然後還有大和草本 大和ヤマト就是指日本 本草 本草的話就是那個藥 本草就是像這個李時貞有寫的一個叫什麼 本草綱目 有沒有 中國 本草它其實就是這個 有一點伊的那個知識的味道 好 那整理出來 大概就是這幾個 日本的儒學有這幾個派系 那這裡面沒有介紹的 各位看《諸子學派》裡面 有一個叫新井白石 這個新井白石是非常厲害的一個人物 特別他也是石學李頓的一個人物 他做了幾件事都很了不起 《諸子輿論》跟《古史通》以外 其實跳過《諸子學》裡面 他還做了這個 類似西洋紀文的一個編輯 什麼叫西洋紀文 就是當時代其實有不少的外國人來 這個外國人不管他是合法的 是非法的 是漂流的 反正進到日本來以後 他是西班牙人 是葡萄牙人 或者是荷蘭人 不管 只要是外國人 他就透過管道來跟他interview 跟他interview interview做什麼 interview其實就是去了解 比如說 你是葡萄牙人 那我就針對葡萄牙去了解你講什麼 那他都旁邊有找很多董語言的翻譯的那些幕僚 當場就記錄下來 就記錄下來 那跟荷蘭人談 他也是跟荷蘭人就有一些記錄 跟中國人 跟什麼人講 他都有一些對談 那這西洋紀文顧名思義就是跟歐洲吧 當時代的一些傳教士也好 進來的他都盡可能把他找來 在interview的那個記錄上面累積到一個量的時候 就出一本書 叫《西洋紀文》 我的印象裡面 這個不只一本 好幾本 都是類似這樣 你們上網去看就有了 這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想要去了解鎖國日本以外的世界 到底是什麼樣的結局 那這個回到還有一個非常 我們講到這個博宰書這個問題來講 其實這一樣在長期傳進來的時候要接受訪問 接受訪問也有一個記錄叫做 在後面的結局 可惜不如我們往前來講 因為我們書的都心裡 有一個記錄叫做 所以會看一下 如果我們先找到一個記錄的作品 來講一個記錄的說明 是我們說明 我們不外覽錄的一番 所以,我可以解釋一下 好 中國船進到長期也是一樣的 那個船頭 也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那個船長 副船長 還有很多幹部 一下來就要接受採訪 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就要這個記錄 記錄下來就寫成一個叫唐船 這個就是情報集 是用古文書寫的 看起來密密麻麻 古文書號 不是現代日文 像索羅文那個東西寫的 那集成華語變態 現在有上中下上次 那個變態不是你們現在想的那個變態 他是華是什麼 華是漢族 也就是明朝 疑呢 是清朝 是滿族 也就是這個 不是正統的族權 因為漢族統治了中國很長的一段時間 可是明清這個頂革以後 其實清朝滿族統治了中國 變態就是變天了 政權輪替的意思 有三大車 這個都是在講的 講的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說這個是吸收中國的知識 而新景白史他是在吸收西洋的東西 好